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 我现在顶着太阳给大家拍视频 感觉已经热得不行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个 让很多月季花友身为困扰的话题 就是红蜘蛛没有办法控制该怎么办 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得了红蜘蛛的话 大家就用冲水大法 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红蜘蛛的蔓延了 但是总有花友跟我说 我的冲水大法为什么没有用 所以今天就主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怎么让冲水大法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 不过很抱歉啊 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是很积极地 在预防我这边月季的红蜘蛛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找到有红蜘蛛的病苗 我只好找到了这么一棵小苗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棵小苗是冰激凌 上一茶花已经修剪了 这个是它冒芽的一个情况 上一茶花当中实际上我是发现 它是有红蜘蛛的 但是这些都是它的心仰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红蜘蛛情况的发生 但我们现在假设它已经得了红蜘蛛了 那用冲水大法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首先第一个大家看一下这颗冰激凌 它底部的叶子是密密麻麻的 这种情况就基本上你很难去杜绝红蜘蛛的发生 哪怕用冲水大法 可能冲了第一天第二天红蜘蛛又从底下爬上来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底部这些过于密集的叶子给它录掉 那我今天先不操作 因为单手也不好拍 然后这些叶子刚刚新长成 新长成的叶子基本上就是不太会有红蜘蛛的 老叶子得红蜘蛛的概率也要比新叶子大得多 所以我今天暂时不操 那我建议你们的底部的这些密集的叶子一定要先给它录掉 不然的话冲水大法是被公办 基本上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那第二个冲水大法呢有一个误区啊 就很多花友拿着这样的水再冲 这样的水再冲 其实这样是没什么效果的 因为它的水太柔和了 你冲不掉叶子背面的红蜘蛛 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冲红蜘蛛的时候 一定要调到高压水枪的状态 比如说淋浴喷头是这样柔和的水 基本上没啥用啊 就这种状态 个人觉得也不是很有用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现在调好了 这种状态才有用啊 这个就是高压水枪的状态 单手啊不是很好操作 就把盆这样清测起来啊 我该怎么怎么办才好呢 这样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清测啊 你们可以把盆这样清测起来 然后这样对着冲 你看彩虹都出现了 当然我这不对啊 我是对着我这边的花冲的 如果这颗有红蜘蛛的话 那就全冲到这些花上去了 大家呢要避开这些花来冲 而且角度是从下往上 这样来冲啊 360度这样清测过来 一边一边冲好之后 以前我也有详细的冲红蜘蛛的视频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冲好之后呢 上面再冲一边 把有一些掉在上面的红蜘蛛也都给它冲掉 这样就OK啦 连冲三天 至少这一两个星期内 你是基本上不会看到有红蜘蛛的情况的 即便是得了红蜘蛛的话 这样连冲三天也就冲的差不多了 下次再发现有红蜘蛛情况 继续开始这一轮操作 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况来避免我这边红蜘蛛的蔓延的 用了三年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那你如果无效的话 考虑一下是不是底部的叶子没有露干净 第二个就是水压是不是够强 低压的基本上是冲不掉红蜘蛛的 一定要是高压水枪的状态 还有一个冲红蜘蛛的时候是不是很彻底 360度上下前后左右都冲到了 连冲三天 基本上就可以很有效的遏着住红蜘蛛的蔓延了 如果说这都不行的话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肯定是哪个方面没有做好 好的 以上就是冲水大法的几个注意要点 大家如果做好的话 红蜘蛛应该不管是你室内中还是室外中 都能够得到很有效的遏制 完全不用打药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